欢迎回到热情追踪 安宁疗户提供患者和家属 安心度过生命的最后一程 在台湾 安宁缓和医疗立法已经超过20年 迈入高宁化社会之后 医疗需求大幅的提升 医护量能紧绷 如何分散需求成为最大考验 健保署积极规划居家安宁扩大计划 想为庞大的需求压力解套 但是关于镇静止痛的管制药物 因为管理严格 耗费医疗团队人力 目前人主要由大型医院来提供 地方基层诊所小医院难以附和 造成居家安宁的普及 碰上了重重困难 医疗量能的危机和考验在哪里 我们的专题报道 穿梭病房关心患者 这是安宁病房主任 严从玉的日常 他和团队的任务 就是让患者舒适 尊严地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安宁缓和医疗 推动超过二十年 希望让末期患者减轻痛苦 获得尊重 和家人共度最后时光 因此即便不采取侵入治疗 也仰赖医护人员 随时调整 镇定止痛等等麻醉药物 这底下是我们的病人的药物 那这些药物呢 像有一些比较特殊 它是管制类的药品的话 我们就会特别注意它的安全性 所以在药物在工作车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它上锁 避免就是被别人拿去这样子 麻醉药物如马飞 属于管制药品 在资源完备的大医院里 管理十分严格 除了医院的安宁病房 安宁疗户服务 还有安宁共照 是让患者留在原病床 由原医疗团队和安宁团队 合作服务 另外还有团队到宅访式的 居家安宁三种模式 迈入高龄社会 国内安宁疗户的人数逐年提高 五年内已经达到六点七万人 因为病床量能紧绷 居家安宁人数 更从一点二万人 增加到一点七万人 是三种模式中成长最多 因此检疫食用的管制药品 也早已进入居家 由家属或照护人员 共同担负医疗和管理责任 口服那些 只要非真剂来讲是 我想大家都开得很平常 所以家属都在 就像我今天开给你十颗药 那告诉你早中晚吃 那现在比较麻烦是增剂 反正就是我们医疗人员 要去处理的事情 那在家里面来讲的话 那你大概很难说 每三小时或每两小时 或是一天分早晚 早中晚这样子 找护理人员或是医生 去家里面注射 那这个就是一个困难 喂 喂 阿姨 我是安宁居家的护理师啦 最近伯伯还好吗 居家安宁团队护理师江戴元 每天都会电话确认 患者的需求和情况 无论是在家里 那他希望他是可以比较舒适的 就是走完他人生最后一段路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的历程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有些是管制药品的部分 我们都也是贴身带着 然后要亲自交付给家属 然后做盘点 然后跟药物的管理 然后这也都是我们目前 需要做的职责 出发探视前 江戴元会特别小心管制药物 交付给家属后 他也会细心叮咛 居家使用的药物 我们都会尽量 就是尽量不能复杂 因为其实说实在 他们不是有相关背景的 所以我们会尽量是简单的 那我们当然会有位教单张 然后跟影片 然后跟使用的状况 跟他们说 让他们能比较正确的操作 降代员的患者 大多是从淡水马街 办理在宅安宁 像这样 由原医院 安宁专责团队照护 属于甲类模式 团队包含专责医生 社工师和护理师 且成员都完成 80小时受训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 全台有141个院所 如淡水马街医院 台大医院 台北荣总等等 一类居家安宁 则是地方基层医疗院所 道府照护 医生及护理师 需完成21小时受训 全国目前有376个院所 例如一般诊所 和卫生所等等 一类的人力和资源较少 无力负担管理部分管制药物 例如针剂型的马飞 就得仰赖类院所支援 需要推到社区 我觉得的确是有需要 因为其实现在 照护需求就是这么多 在医疗端跟无论是一般的居户 或是药局 或是后援的一些医院 我觉得需要很多的连结 他们才有办法制造说 这样的个案可以怎么样照顾 那其实经验多了 他们才有办法真的自己赌当里面 诊所或是地区药局 他们其实有提供这些盘管的药物 但是它不太可能提供非常多项的盘管 因为你越多项管理越复杂 毕竟要腾出一个药室 或腾出一个空间 然后每次做报表药局的这个管理 是很复杂的 赖类和医类院所合作 共同扛起居家安宁疗户的重担 而为了拓展地方基层院所的服务量能 卫福部健保署在今年8月1号 推动居家安宁扩大计划草案 预计提高医护访饰费用 也纳入长照机构 荣民之家来扩大据点 更重要的是促成更多基层院所 和赖类后援医院的跨院合作 除了努力突破医疗人力 和资源的限制 计划草案也牵涉管制药品 在放宽管理和滥用风险的天平两端 如何平衡 恐将成为法规和医疗实物伤头的重点 要有适度的监管 但是也要适度的松绑 让更多的诊所或是卫生所或是基层医疗诊所 就愿意加入去开放麻管药物的这个储存 或是使用或是厨房 所以我们要做的方式应该是去促成合作的关系 因为毕竟这种居家照护还是要以就近会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的下一步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在地老化 那么家是一个最好的环境 你最熟悉的环境 如果能够把这个服务送到家里面去 那其实对病人 对医疗服务 对我们整个健保 都是大家都可以获益 神秘的阶段 死亡无可避免 而安宁疗户正式扶持宁抹和家人 安然度过的温暖双手 未来如何让医疗资源保持充足又分配妥当 让陪败的力量持续放大 是高龄社会医疗代劫的挑战